他有這種感知 這樣 從那個枕頭直接滑下去 那個人的姿勢超奇怪 龜縮在床後 一片漆黑沒有人 慢慢地走出去 這是詭辯女主角才會有的新聞 這裡好黑好可怕 我要走出去 小蠟蠟 歡迎收看鬧邊村 我是小蠟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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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訂閱哭鼻娜娜學的 拜託你們趕快訂閱 拜託拜託 欸 蠟蠟很久沒有街坊 為什麼你今天穿的這麼 天女幽魂 你不覺得我這個身打扮 就超級符合這個月嗎 這個月是滾月的意思嗎 對 欸你講話要小心一點 我很怕 我超怕 我是屬於那種超怕鬼的人耶 其實不能你說 我也很怕 那為什麼你鬧邊今天會找我們 來訪問這個主題 我就不懂鬧邊 鬧邊我們今天的主題是什麼 不是 你差點被抓去抓交替耶 喂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 七月特輯 超靈異事件恐怖經驗談 好我們趕快就去問問看 路人有沒有親身撞鬼的經驗 Let's go 我想請問你有沒有靈異體質 我沒有 但我朋友有 那你有自己遇過撞鬼的經驗嗎 遇過類似遭報應的經驗 遇過類似遭報應的經驗 去掃墓的時候 就是亂講話 因為有一些墓可能日久沒有翻新 然後我就小時候就說 你怎麼看起來那麼破爛 啊 直接得罪兄弟 然後就跌倒 留了一個大巴 然後那個傷口升級健康 喔 那你剛才說你朋友有靈異體質 他的故事是什麼 因為我們是政大 然後 政大其實是一間本來就有一點陰的學校 然後 政大有一棟大樓叫綜合大樓 就是一間 常鬧鬼的大樓 那一次是 他有一次 凌晨十二點 就是在做美玄 所以就通宵 他要搭電梯去四樓 他按了四樓之後 那個電梯就 莫以其妙的直接把他帶到十六樓去 啊 然後十六樓之後 就是電梯門打開 當然就一片漆黑 沒有人 他就 慢慢的走出去 等一下 為什麼他還要走出去 為什麼他還要走出去 他 這是詭辯女主角才會有的行為 這裡好黑好可怕 我要走出去 對 然後他走出去之後 他走出去之後 然後就回頭 就電梯門就 開來關開來關 然後那個燈就一直閃爍 我有點 有點不 沒有 講不出話來耶 我佔了太陽 我佔了太陽 幸好我不夠聰明考不上政大 所以那他後來有去做什麼收金之類的嗎 好像沒有耶 而且他真的 蠻常聽他講他遇到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童哥請問你有靈異體質 一點點吧 娜娜你離我遠一點 先切割一下 娜娜你遇過是怎麼樣的狀態 我可以分享我大學的時候 就是遇到鬼故事 就是因為我去年是住在學校宿舍 呃 你的學校在哪裡 呃 陽明山上 就是我那時候睡宿舍嘛 然後因為假日的時候室友都會回家 因為那天我有點累 就是可能剛拍完戲太累了 我就上床睡覺 然後我就也沒有顧慮我室友在不在 然後大概晚上起來的時候 我有看到後面躺了一個人 但是我想說應該是就是室友回來還是怎樣 但是我沒有想太多 那個人的姿勢超奇怪 他就是龜縮在那個床後 也沒蓋 就超可怕 也沒蓋棉被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就沒想太多 然後10點多我室友回來就幫我吵醒了 然後我就想說問一下 欸 昨天的室友回去了嗎還是怎樣 他們說 他們也完全沒有回來室友 等一下 我整個就是不敢講話 我直接嚇到 就是回去然後求了一堆福 然後貼在我的室友那邊 然後枕頭底下壓什麼佛珠什麼 然後超可怕 因為那天真的是完全沒有人回來室友 只有我一個人 喔 好毛喔 那你們有就是身邊的親朋好友 是有靈異體子也有撞鬼過的經驗 就是我一個朋友 他是之前 剛畢林超多鬼故事 然後他們就是 住在福 欸 這樣可以講出來嗎 就是某個有名的飯店這樣子 就是飯店裡面 就是他也是一個人回去洗澡 然後結果外面他聽到有人進來 然後他就 就是應該會喊一下說 欸 是誰啊這樣子 然後外面就有人回答說 喔 是誰誰誰這樣子 然後他就很開心 在廁所裡面邊洗澡邊跟他聊天 結果他出來之後發現 欸 外面沒有人 等一下 怎麼會這樣 是不是那個人先 就是在他洗完澡之前就離開了 但是 就是他後面他們 哎唷 然後就是 後面他們是有打完牌回來嘛 然後他就問說 欸 你怎麼突然聊一聊就不見了 然後結果那個朋友 就直接拉他走 就是離開那個房間 然後跟他講說 他剛剛根本沒有回到房間裡面這樣 對 那他們 一個不知道什麼東西對話 他們進房間有先敲門說我要打擾了嗎 沒有 應該是沒有我覺得 他們好像有去收金吧 真的就是去請師傅來幫他們收金 因為他們真的被嚇慘 因為他們真的被嚇慘 好 同學想問你有靈異體質嗎 我是在身體不好或是天氣不好的時候才會 那你有遇過什麼樣的靈異事件嗎 有啊 就在去年的鬼門開當天 我跟我男朋友一起來板橋看房子 然後在那個快速道路上面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在交叉路口被一台卡車撞飛 然後那時候就去醫院嘛 然後去完醫院就回家 結果隔一天早上 我就是聽到有聲音 然後聽完聲音的時候 就是會有睡覺的時候不是會抖嗎 我想說抖應該是正常的現象 所以我就不以為要繼續睡 第二次的時候是有人在 可能就是拉你起來要一起玩的感覺 因為我跟我姐是睡同一間房間 我就跟她講說 不要再跟我玩了拜託 現在才六七點 而且那時候我的腳是整個是 左腳不能動 因為我之前小時候很深信說 就是不能露著腳睡覺會被拐抓走 對對對對對 然後那天我想說不行 因為這是太痛 我不能蓋著被子睡 所以我就是翻開來繼續睡 結果第三次的時候 你一手借我 就是她有這種感知 這樣子 我整個人就是 從那個枕頭的上面 就是直接滑下去 我就是往旁邊看 我就看到我姐是睡得跟豬一樣 然後我就想說這不對勁 不是人做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是用盡全身的力量 跳在我的姐床上 當天下午的時候呢 跟我爸在客廳看電視 然後我媽就走過來說 欸你要不要吃水果什麼 然後我當下是 30%是我自己 但70%不是我自己 就是我知道我在幹嘛 可是我沒辦法控制 然後我就是看著我媽 就是罵了一堆三斤啊 然後罵完以後我就轉向我爸說 拜託救救我 這樣子 我爸就沒有講話了 他就抱著我 然後他就說沒事沒事 然後可能念些什麼 南無阿彌陀佛 什麼經什麼經的 然後接下來我媽就是 帶我的衣服 去廟裡面拜拜 然後拜完以後回來 我媽又進來說 財尼那時候其實是被 那個 因為那時候我是飛到那個 快速道路的路中間 我那時候其實會 被後面的車子撞飛 被後面有人擋煞了 但他還是跟著你 對他跟著我回來 然後他就說 叫我都不能出門啊 然後每天都要洗浮水啊 換上烙魚的這一件衣服 然後他在我的門上面 貼了一個 然後到至今我都還沒有拿下來 那你有沒有遇過身邊 有朋友也是跟你一樣 有靈異體質的 我們兩個有一起遇過 那一天呢 我就跟我男朋友吵架 然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今天晚上來住我家 然後我就說好 所以我就跟他 重返橋騎到樹林 那個中間有一個福州大橋 喔天啊天啊天 等一下 我很常經過福州橋 那你不要停 反正那時候就是三四點 也是下這種 微微雨 然後我就騎騎騎 騎到一半 然後我就感覺就是右邊不是會有一種 像是人行道的東西 嗯 對對對 然後我就想說不可能三四點 然後又下雨 嗯 不可能旁邊會有人在走啊 然後我就看 然後我還很震驚的看 然後結果他就是這樣慢慢的走 一個黑影啊 嗯 然後後來我就到我朋友家 我都沒有講 嗯 直到我們兩個都回到我板橋的家的時候 嗯 我朋友就跟我講說 欸 你剛剛有沒有看到黑色的那個朋友 嗯 然後我就說 沒有 那一天我還是照常的去上班什麼的 當天早上我就回到家 他就跟我講說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就是 昨天我們在橋上看到的那個人 有在我們今天早上睡覺的時候的床叫 看著我們睡覺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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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 好我們不要講了 我們趕快去附近的廟裡面拜拜 然後拜完以後 我就不敢回去了 反正這兩個月我就住在我男朋友家 還有喔 我就想說 兩個月了 應該要回家拿一點衣服 所以我就回家拿了衣服的時候 打開門一瞬間 結果東西會 砰 東西被砰 東西被砰 就是因為我的門 這邊有 掉了很多時候 現在上面可以黏很多像天那種 聽到那聲音我就嚇到 我就進去看 就看到東西掉下來 找到我底下冰箱的東西 我想說 這應該很正常 可能那邊很好 可是你不能解釋說 我的右邊是書桌 好像全部東西都掉了 不可能那個東西可以這樣砸 隔一天下課的時候 我就趕快去那個 旁邊的徒弟公廟拜拜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就是晚上啊 然後可能天氣不好 心情不好 比較陰的時候不要出門 因為那種東西比較容易跟著我 有沒有廟會的人說 那個橋上的黑影 你看到的是什麼類型的 他就跟我講說 可能他不是想要來對職 但是你已經看到他 他知道你知道他的存在 所以他就想說 挑皮一下 可能會幫他的忙 現在不是 對啊 平常有靈異體質嗎 沒有耶 本身有撞鬼的經驗 小時候有一次 可是不太確定 就是以前在阿嬤家的時候啊 因為我們以前是那種三合院 晚上的時候很黑 然後以前就是沒有那個 瓦斯道 提水自己用燒的 然後那時候很小的時候 就去走到後面 然後在燒水的時候啊 就突然覺得 怎麼怪怪的 就往後看 然後就看到 因為我們是那種屋簷 然後就看到有一個人站在這裡 然後他是背對著我 然後他穿的衣服很像那種 這樣嗎 他很像那個什麼就是 你們有看過那個 林正義的殭屍嗎 嗯 就是很像那種 青草的衣服 那時候很 那時候就很害怕 我想說 希望他不要轉過頭來看我 然後就等了很久 時間就靜止了 一直等到我妹叫我 才突然 緩過身來 然後再轉過身來 他已經不見了 後來有去問我家人 就是說 我們那個地方有沒有發生過 什麼事情 然後他是說以前有一個 地基組 就是那個 有女生在那邊試過 然後像跟那個男的也沒關係 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會在哪裡 那搞不好他只是短頭髮 你沒看到了一樣 對啊 現在女生也可以剪短頭髮 哈哈哈 高中比喻的時候 就是我們剛好學校 剛好是搬去泰國玩 那時候去泰國的時候就是 因為泰國本來就比較多 那種比較硬的東西 我記得我那時候去完之後 回來就是有一陣子 就是整個人很不舒服 後來去問是說卡到硬 他是說什麼 有三個鬼從那邊跟過來 那一陣子就很不舒服 就是 你可能跟朋友講話 之前本來說很好 然後你就會突然 對他很熊之類的 可是那時候是自己完全沒有感覺 所以你有去做泰國浴嗎 喂 所以後來你也有去收錦 有有去收錦 可是真的很稱扯 就是那個鄉義文 心情就好了 會覺得蠻奇妙的 那你身邊有沒有朋友 是有靈異體質的 之前有一個朋友他是 他就騎車載他女朋友 然後他騎車突然加速 然後女朋友說 你幹嘛騎那麼快 然後後來他就 也都不講話 一直到市區之後 他就跟女朋友講說 我剛才騎那麼快 是因為我從後照鏡看到 有一個女鬼 像大法師一樣在追我們 等一下 我錄不下去了等一下 那現在你對那些事情 是抱什麼樣的心態 我覺得就尊敬 我覺得人不能太ticky 那你會不會特別 就是可能平常 有什麼事情可以做 但是鬼月就不能做的事 不太可能說 不能在什麼晚上塞 不過這也蠻奇怪的 不可能打開這地方 鬼說哈囉吧 你剛剛誰說要尊敬 今天來跟我說哈囉 已經被朋友了是不是 要不要加個LINE 好我們今天訪問完啦 我覺得我們訪問到現在 還是沒有辦法冷靜耶 你說是吧 回來了 我這樣子整天訪問下來 我真的覺得 聽完他們的故事 我都魂不守舍耶 超級可怕 而且我們兩個的手啊 真的是整齊 真的 今天訪問下來 職業傷害就是骨頭裂掉 然後後裂 把勒 把勒 那你今天自己覺得 最可怕的故事是哪個 我覺得是剛剛有一個女生 不是拉我的手嗎 對啊 然後她後面講到那個蹦 我會直接整個抖著 抖著頭下 我真的是被她嚇到 因為真的 只有東西會 這樣 我沒有被她嚇到 我反而被你的嚇到嚇到 你知道嗎 但我自己覺得最可怕的是 就是舉 反正有講到宿舍 或者是有講到什麼 跟你接觸啊 跟你對開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 OK 在這裡看 大家這樣子鬧就是了 就這類的 我都覺得很可怕 對 好那鬧粉們 還有沒有其他 你遇過那種可怕的離異故事 歡迎在底下留言 跟我們分享喔 那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留言加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也要記得去訂閱 亮亮的個人頻道還有他的IG 還有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IG 然後我們鬧大學 每個禮拜一禮拜四的晚上 六點四十分 有直播在哪裡 推取也不要忘記 抖內我們喔 沒有錯 那巴勒哥呢 他已經有開個新的課程 如果大家想要創建個人品牌 或者是想要低成本當YouTuber的話 歡迎大家去上課喔 好那我們今天鬧邊錯誤 就到這邊啦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還有鬧大學的貼圖 謝謝小姐 你是被附身了嗎 貼圖喔 那我們鬧大學呢 也有在LINE上面出貼圖啦 如果想要用料料的那個 水啦 貼圖 或者想要用我的 魚媽貼圖的話呢 都可以到LINE的貼圖 小部購買我們的貼圖喔 好 那我們鬧邊錯誤就到這邊啦 下次見 掰掰 掰掰